眾和流星網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了我們的旅讀企劃編輯 也就是黃彥玲跟大家一起來聊一聊 她剛剛完成的海南自主流浪計劃 講到流浪其實感覺上很像是自由行 來彥玲你好 哈囉 好多人好喜歡流浪的心情 對沒錯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提的時候就會想說 是不是很像那種陳其真啊 然後就很浪漫文青的那種感覺 旅行的意義 對沒錯那時候會提這個企劃 其實是因為我們去年的時候有做一期蘇中坡的題目 我見你有來嘛是不是 那時候是我們的主編 我們總編 然後蘇中坡那題目很受讀者歡迎 然後在看的時候就想到蘇中坡被流放到海南島這件事情 然後想說以前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學到的海南島大部分也是這個印象 但實際上海南島對我們好像就是又有點陌生 然後又有很熟悉的感覺 所以想要去看看它 以前的人流放到海南島真是命好啊 其實我現在看起來了 但當時的海南島可能就是三亞那一帶啊 都還沒有開放嘛 還沒有開發 所以感覺上就是一個荒煙的小島的那種感覺 沒錯而且還要想像說它那種氣候 其實就跟台灣現在夏天這種感覺差不多啊 中冷下熱 他們可能冬天也非常的熱 對所以海島型的氣候而且會潮濕對不對 對沒錯 所以讓大家覺得其實尤其是那邊還是有很多熱帶雨林這樣的一個環境 會大家覺得瘴氣很重對不對 沒錯所以那時候大家就是很害怕說被流放到這邊 那我就希望說我們這次的題目可以顛覆這個概念說 其實我好像被流放但其實真的嗎的這種感覺 好那講一講其實你這次去了十幾天十二天對不對 對好爽喔大家都好羨慕喔 那你先給大家介紹一下海南跟你所在書上看到的跟你印象中 你不是第一次去嗎對不對 這是我的第一次去 這是第一次去 最好了要聽聽第一次的人的感覺 嗯就是海南島他其實在我一開始想像中就像剛剛前面提到 就是他可能有點有點說像蘇東坡那時候可能是很荒涼的感覺 可是因為其實到近期說我們都知道三亞他其實有很多頂級酒店進駐這樣 所以我就會想像說他其實是一個很極端落差的感覺 然後是又有點就是浪漫現在度假天堂那種感覺 那這次實際去的話我們就是從海南島的比較算北端 就是我們沿他的東部環線就是一路走 就是從他的海口一路走到三亞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整趟旅程他其實是還蠻魔幻的 因為海南島他其實近期就是對阿那邊政策是在退縮 他們要有一個封關的政策 然後所以希望可以打造一層貿易的這個島嶼 封關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們其實海南島他有點像是一個特殊的自由經濟特區 那他們就是會針對很多企業或是一些人口一路 會推出一些特定的優惠 那他們就是預計想要明年就是結束這個 所以就是有點像是說那你趕快來喔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福利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另外的後話 那我就可以看到說由於這個政策 就是可以看到島上就是有很多的建設正在進行中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說海口他海口是海南島的省會 對所以他比較大的城市就可以看到說 他的發展 對他的發展就是很迅速的在發展 但另一部分我覺得海口的生活的氛圍 其實跟台灣的那種氣質有點像 就是有點海島然後同時當地的居民就跟我們分享的狀態 聽起來其實跟台灣那種有點chill有點放鬆的感覺 其實是很像的 所以讓大家就覺得如果說我今天其實去海南島 自由行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然後但是所謂的旅行就是從我熟悉的地方到一個我不熟悉的地方 大家互相交換嘛你來我往嘛 但是海南島其實剛剛特別講的是跟台灣很多的地方有點像 那個氣質跟那個味道美食也差不多 其實有一段時間就是因為海南島是 等於是對岸的一個就是大家放鬆的這個暑期 或者是度假必去的一個海島旅遊嘛 所以他其實發展的超級的快速 但有一段時間也就覺得說 啊物價呀各方面都蠻嚇人的 然後各個頂級旅館都進去 尤其是在三亞啦 那海口現在是一個什麼情形 其實海南島整體當地居民都會跟我們覺得說 他們的物價是算偏高的 但我覺得如果是以旅遊的情況 我們台灣人過去 其實我覺得相對而言 CP值高 對CP值是算蠻高 尤其如果你沒有想要追求那種高級酒店 那我自己這次嘗了很多在地小吃 我覺得在地小吃很便宜 然後口味跟我們其實也算是接近 就是有點酸有點辣 然後有點甜這樣子 那我去採訪了一些就是可能外地移入的人 那他們就會覺得說海南島的食物對他們而言 其實是有點平淡無味 就是他們覺得沒有那麼 最有名的文昌雞 就是他們覺得不是重口的 所以其實對台灣人而言口味我覺得算是有點清甜 對有點像我們台灣的口味 所以我就覺得在吃這方面就是還蠻幸福的 那這個不是其實感覺算也比較健康嗎 沒有種油種鹽啊種什麼 但是其實海南島整體來講他美食也算是多的 所以我們有機會待會再跟大家一起來聊一聊 你剛剛講到說現在其實有很多的外地人口移到了海口 或者是三亞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城市 然後他們進行他們的小移民 然後或者是long stay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看你訪問了很多很年輕的朋友 那他們都舉家簽過去 然後在那裡創業 其實這件事情是我還蠻難以想像的 對就是我很難想要說你要你可能 因為我們採訪的一些人是原本可能在北上廣工作嘛 然後他們就是一路 對對對 好那我們在下一段的節目當中 我們好好來聽聽燕玲告訴我們 有哪一些朋友他們做了一個非常與眾不同的選擇 然後現在的狀況覺得怎麼樣 令人羨慕是嗎 我們先來聽聽王菲的南海姑娘 馬上回來 中文流星王起立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旅讀的企劃編輯 也就是可愛的燕玲來到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海南自主流浪計畫 那自主流浪其實就是會想要放飛自己嘛 是這種感覺對不對 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到那裡以後 他就是放飛的過程當中就不想回來了 沒錯那邊蠻多就是年輕人移居的 但我這次在事前來做調查的時候 會想要採訪一些人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看到說 海南島又被稱作東北第四省 為什麼叫東北第四省 就覺得這件事情很有趣 因為東北明明就是中國大陸一個最北邊 然後最寒冷的地方 那海南島熱到爆 然後我就想說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後來就是人家調查 就發現很多東北人會想要移居去那邊 對對對有很多有錢人就在這邊直接就買別墅了 沒錯然後我就想說那我一定要在路上找到一個東北人 然後我就想說萬一我真的沒找到怎麼辦 所以我就先試先聯絡 然後結果後來我發現我搭了第二趟計程車 然後我跟那個司機聊天的時候 師傅就跟我說蛤你有找東北人 我就試啊這樣子就直接遇到了 那我們這次會我們有採訪了兩對就是來自東北的 然後剛好都是來自黑龍江省 然後他們其中我覺得蠻特別是說有一對夫妻 然後他們搬過來的時候是12月25日 然後他就是印象很深刻是因為他那時候看到 聖誕節 對然後朋友圈朋友發的那種消息 就是他的家鄉就是大雪紛飛啊 然後老人家就是帶著小孩在車庫裡面打羽毛球 然後可是他就是對比說自己現在在海南島的氣候 就是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講還是有吸引力 對吧然後他們願意放下一切 或者是說其實投資成本 因為剛剛我特別問了一下燕玲 其實要到這裡創業也不便宜 你說你跟墾丁差不多 就是他們有一些就是目前有一些地區的物價 就是相對而言都還是蠻高的 尤其像一些餐廳可能比較高在觀光區的地方 那他其實他價格也已經沒辦法像以往那麼低 那他就是已經來到說可能像我們去 我們抱怨墾丁大姐的那種物價狀態 那如果你要找小吃的話 那你就是要自己努力的去找嗎 或是你就是跟當地人一起去生活 那狀況就會比較好一點 要不然的話真的還是你就 剛剛燕玲還說約好了那個年輕人 然後說要去採訪他們 他就沒出現 對不對 就是他們很放鬆 很隨意 對不對 就是他們要的生活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他可能腦子需要修一下 怎麼就這麼大的事記不住 就是我可以看到說他們蠻多人個性都是 很自由的那種感覺 就是也可以了解說是為什麼會這樣 那他們一方面有些人搬過去那邊生活 也是想要追求這種自由 可能就是不像在一些北京啊上海那種城市裡面 過得這麼拘禁 或是你整個加班的狀態也不需要那麼的勞碌 所以他們就有些人會想說那相對而言 我們這次採訪一對年輕夫妻 那他們就覺得說這邊其實更適合養小孩 更適合生活 他就覺得如果生活沒有那麼捲 對生活沒有那麼捲 然後他就說他覺得坐在這邊 然後離海邊只要半小時 他覺得這種生活是以前在北京的時候沒辦法想像的 所以有很多像是從北京就飄過來這邊了 然後他們就可是在這裡安家獵人 然後還養了狗對不對 然後還開了小店 然後這邊大部分的其實是還是跟觀光有關係的一些營生 對嗎 對 就你剛剛介紹了其實很多很可愛的小店 他們開的小店的時候 他們都蠻有自己的想法 欸這個是冰淇淋嗎 欸我剛剛看到一個好大的 海口那是冰淇淋嗎 對那是冰淇淋 看起來這個季節好適合對不對 對很適合他融化的很快 對 是那我們來了解一下就是在海口 然後剛剛特別講到說海口因為是審會嘛 所以現在他們其實有很多很重要的政策跟福利是 吸引了很多人去這邊投資 對 然後但是對於這些觀光客來講也是蠻友善的 他們這邊的設施就是像我們看到的就是摩登城市 對就是海口其實一般說我們旅客 如果進海南島的話我們可能會選擇兩座機場 一個就是海口美蘭機場 然後另一個是三亞的鳳凰機場 那以前的話大家可能只飛三亞 或是如果你想要省一點錢 就是有時候飛海口會選擇比較便宜 那大家都會經常把海口當作一個中轉站 就是我飛到海口之後 我很快就轉車了 對我就是轉高鐵然後我就離開這個地方 那我覺得蠻可惜的是因為我觀察到海口 我自己相對而言我比較喜歡海口 是因為我覺得它更有生活的氣息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更多居民是在這邊生活 那三亞就是真的很度假 就是大家就是在酒店裡面躺著啊這樣子 那海口的話我特別喜歡的是說 他們在疫情期間的話 他們有一個海口海邊的驛站 這個公共藝術計畫 就是他們就是邀請了蠻多國際的建築大師 或是一些藝術家 就是想要在海濱的區域就是蓋石榴做一些公共藝術空間 那像是現在已經落成就是有NAD 就是中國比較知名的建築設計師 就是馬嚴松他們指導的海邊運動圖書館 這圖書館看起來真的很氣派 然後都是有面海的那個落地窗是不是 對我覺得它就是你可以在室內就是看書 然後如果看書看累的你就往外看海這樣子 是很浪漫 不傷眼睛 對眼睛好因為看書還蠻傷眼睛的 而且是自小的時候 好所以除了這些就是藝術空間之外 但是這邊也有一些復古的情懷 我看到你有拍攝很多的 就是蠻傳統跟經典的一些造景 還有老房子 沒錯 因為海口它也算是他們海南島就是比較大的一個歷史 歷史比較豐厚的城區 那他們比較著名的就是海口七樓老街 那這個七樓老街他就是保留了以前就是海南人 就是他們的先祖就是下南洋之後 回到家鄉就是重建 對重建然後融合就是南洋一些風情 像我們的金門啊或者是這些地方 對有點像那種洋樓的感覺 那他們就是現在就是有保留這個建築區域 然後同時有一些空間就是會被改成一些咖啡廳啊 或是茶館 就蠻適合大家去那邊散步走走喝咖啡的 就感覺像是比較文創的一些產區 我有看到一個超級大的夜市欸 感覺夜市很過癮欸 對這個海大南門夜市 那這個海大南門夜市它其實就是靠著他們那個海南大學去改的 所以其實一開始這個夜市可以想像是跟學生有關嘛 所以它的東西就比較便宜 然後東西也很豐富 你有沒有最喜歡吃的小吃是什麼 我還蠻意外是那個蘸醬烤生蠔 烤生蠔喔 對那因為我原本會有點害怕就是海鮮的部分 對吃下去就是蠻新鮮的 不會有腥味啊 對不會有腥味然後還有蒜蓉醬 不過其實因為在海邊的部分 所以其實當初其實很多人的朋友去海口啊 去三亞的時候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謂的時價到底是什麼價錢對不對 就比如說現在生猛的價錢是什麼 每天可能都不一樣喔 所以大家在看的時候還是要問清楚 不然的話又要上新聞了對不對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到今天節目的現場繼續聊聊 中央連星王起離世界歡迎各位帶隊回到今天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旅讀企劃編輯 也就是黃彥霖帶我們去海南自主的流浪企劃 那麼這本書呢其實也就是這一期的這個主題 可以讓喜歡海島旅遊的朋友好好來參考一下 剛剛我們聊到了那個省會海口嘛 那彥霖接下來幫我們介紹一下文昌 大家都知道文昌機超好吃 台北也有一個對不對 就是我們這次選文昌的話其實是一方面它很漂亮 然後另一方面就是剛剛有提到文昌機 然後一開始在去之前我以為文昌機是一種特殊的料理手法 那結果後來發現去到當地的時候 人家跟我說文昌機也是一種機種 所以我們常代稱說文昌機可能是一種料理手法 可是他們其實到當地之後文昌機有很多種料理方式 有點誤會啦因為在台灣的文昌機感覺上好像都不是從文昌來的這個機嘛 就感覺是做法就是文昌機對不對 文昌機特別的嚐起來的口感怎麼樣 它是什麼樣料理的 文昌機的口感的話 有點像白斬雞的那種 對他們白斬雞是一種做法 那文昌機它這種機種的話 我覺得自己我觀察他們就是有點腿有點短 然後蠻肥嫩的 就是那個肉質就是非常的鮮美甘甜 所以我平常其實會點文昌機的時候都是點那個雞腿嘛 因為那個雞腿最肥美的那種感覺就是很過癮 好介紹一下文昌這地方 感覺上你的照片上拍起來它像熱帶雨林很多椰子對不對 對我這次就是我們搭高鐵然後搭到文昌之後就是轉包車的方式 就是去它的海邊的地方走走這樣 那這次文昌介紹兩個景點 一個是東郊椰林風景區 它其實然後另一個是銅谷佛光寺 那個椰林區的話其實它並不像是我們想像中一個封閉的一個景區 它是整個一個冰海的地 對對對有點像是海岸的地帶 那它比較有名的地方就是它就是有成片的椰林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那個一整片的椰子樹 然後它就是密密麻麻的種在一起 又有防風然後又有這個保衛水土的這個功能可能 對 還有最重要是有度假的飛行 那下面底下擺一張堂椅對不對 沒錯然後其實文昌的話就被他們稱作就是椰林之祥 就是中國可能有九成的椰子樹 椰子產自海南 那其中又有一半是產自於文昌 所以我就是在這邊選擇吃了椰子雞 就是用文昌雞去做的椰子雞 你最喜歡椰子雞對不對 對我這次嘗到 椰香很濃嗎 就是那個有椰奶的味道是不是 他們有分兩派 就跟我們滷肉飯要不要拌的一樣 他們就是椰子雞 有的人是用椰子的那種青汁就是比較 去蒸飯 就是煮火鍋的方式去煮 那另一種的話就是像剛剛提到用椰奶 那就是有一派認為就是椰奶派才是正宗的椰子雞 那另一派就是認為是椰子水才是椰子雞 當然無所謂啦反正大家去了文昌就一定要吃文昌雞 怎麼做法那就各有所好 客水煮便就是你就隨便啦用力的點 但我覺得這邊其實就緊緻放鬆還是不錯的 那這邊的酒店旅館多嗎 還是感覺上因為沒有三亞那麼有名對不對 他們可能這邊比較多是民宿 所以大家都會是 那民宿會比較便宜 民宿會比較便宜算是相對比較便宜 比三亞便宜一點啦 其實我覺得三亞也蠻便宜的 民宿嗎 三亞因為它就是酒店很多 所以大家有很多選擇 那我們這次在找各個酒店旅宿的時候 我幾乎都是用就是2000以內 就是大概1600就可以訂到海景房 然後是有附早餐 然後雙人床四人房 那很不錯欸 那這樣子大家聽完了以後 是不是那個暑假期間就可以開始訂票 就可以去玩一下 尤其是彥琳說這一段時間的特別的優惠 或者是一些促銷還是蠻不錯的 就是政府的政策 可能就是大家要考慮天氣 因為現在就是會非常的熱 下午現在也是雨季吧 應該跟我們差不多吧 對會有點像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當地人都會說七八月的時候 人來的反而是沒有那麼多的 對因為很多人是在春節的時候會飛去 所以也可以看到前陣子有些新聞報導說 有些人飛過去然後結果離不開到 好的 我現在就是被封倒或者是關倒的 就是買不到票離開 好啦那就是也蠻熱鬧的時候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在我們10秒鐘以後 我們要進廣告了 有興趣的朋友其實也可以去看一下 旅讀這一期的專輯 寫的蠻仔細的 馬上回來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春和流星王 起離世界 歡迎各位再度回到今天旅讀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企劃編輯 燕玲跟我們來聊一聊 現在其實大家還蠻熱門的海南 那海南島其實這邊的這個風土 人情各方面其實都還蠻特別 但我想了解一下吃好不好 因為我們剛其實簡單的聊了一個海南雞 但其實遠遠不止如此對不對 而且他們還有一些很特殊的生活習慣 就是不那麼捲 而且反而感覺很躺平 對很舒適 那其中有一個代表就是老爸茶 這個老爸茶的話就是當時候我們去 然後司機就跟我說 去到海口的時候就跟我說 你就早上來一杯老爸茶 然後晚上再來一碗清補涼 然後老爸茶其實就是 首先我們要談老爸是什麼 老爸其實是當地主要是在海口 或是海南其他地區 就是會稱呼就是可能四五十一歲以上的年紀的叔叔伯伯們 他們就會叫老爸 大叔 對對對 老伯 對對對 那他們就直接叫老爸 那他們爸爸叫什麼 應該也是還是爸爸 對 然後他們就比較親切的稱大家叫老爸 然後這些老爸就是會 早上的時候他們就會聚集在茶館裡面 然後他們這種茶館 其實他裡面販售的一些品項都是跟廣東早茶 或是香港的那種早茶 很像欸 其實很像 一口西多士 西多士就是toast 對對對 土司嘛 對 那除了這些 像我們還有吃三瓶牛肉丸 蛋塔等等 就是我們想像中跟香港的那種茶樓有點像 那其他他們有賣一些蒼麵啊 或是一些海鮮麵海鮮粥等等 那另外的話他們就是會在這個茶館裡面 他們就會提供一壺茶 那老爸們就會坐在這邊 就是無限的沖這個茶 就可以坐一個早上 就不走 對 然後他們就會在茶館裡面就是聊天啊 抽菸啊 然後或是 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特殊會做的事情就是打獎 就是他們又乘坐說 他們每天會做三件事 就是穿拖鞋 打獎跟老爸茶 那這個打獎的話就是有點像是 我們有點像我們買樂透 那只不過他們那個打獎的話是私人置辦的彩票 可以私人置辦喔 就是感覺目前他們是有點遊走在法律邊緣 但是的確到現在還是有看到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們會拿了一張長長的紅色或是白色的單子 就像我們畫樂透彩那樣的畫號碼 對 他們上面就是會有點像是 好像很像我們以前的六合彩那種 然後他們就會研究以往中獎的數字 然後來推測說 下一期可能會中獎的數字是哪一些 而且你看他們就是大家都聊在這裡 大概差不多就是四五十歲的這些阿伯 對不對 對 他們很早就退休了 就不用工作了 我也很困惑 然後我就有問一位當地人 然後他是跟我說 他們可能上班的時間是會是在下午或晚上 有一些可能是從事可能比較是農業啊 或者打魚半夜出海 對對對 他說有一些像是採椰子樹的 採椰子的人 他們可能就是晚上或是下午的時候才上班 所以他們早上可能就會去採館坐著聊天 充分的時間 這個也聯繫一下感情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多的 就像以前香港街坊鄰居熟了 就會有一個郊遊的地方 郊宜廳 對有點像他們的會客室那種感覺 我看這個也蠻好吃 南瓜泥加芋泥喔 對我覺得這個好厲害喔 這個好好吃喔看起來 他就是有點像是我們大概拳頭大的南瓜 然後他上面會有像我們那種菠蘿麵包的菠蘿皮 然後他咬下去之後就是脆脆的那種甜甜的菠蘿皮之後 裡面是芋頭泥跟南瓜泥貨在一起 這也算是點心的一種 對這是他們的點心 那我就是看到說大家蠻多網友是推薦這一道的 這個我們下次去也一定要吃 這個真的看起來真的很厲害 那除了你剛剛講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清補糧是什麼 清補糧的話其實在廣東 看起來好好吃 對廣東廣西地區都有這一道算是小小的甜點 那他這個清補糧的話他就是有點像是說 他們是清熱確實的老火湯 就是可能慢慢熬住的 老火湯感覺上很補欸 然後是那種冬天的欸 但他們是就是清補嘛 所以他是涼糖 然後在海南地區的話他們就是會 那種涼糖是主要是用椰子汁或是椰奶去煮 所以就是又跟其他地區比較不一樣 那我覺得蠻好吃的是你可以點那種加了椰奶冰淇淋的 就是會更涼爽 對他有點像那個就是我們的什麼那個花生湯 但是是冷的 那他這裡面加了椰汁然後有椰肉對不對 嗯有椰肉 然後還可以加西瓜熱帶水果 對就是海南地區他們就是比較多熱帶水果 所以就跟其他地區比 他們就是又有自己自帶這種天賦優勢 所以這個就是甜品啦燙品對不對 但是不像我們夏天我們吃很多爆冰他不是 那這個是涼的不是冰的 對還是算是涼的 所以冰淇淋的話是看個人自己要不要加 但熱量好像很足的樣子 但真的會每天都想要來一碗 因為真的很熱 好那另外還有就你說這次是你最喜歡的是太好生蠔有了 那海南粉呢海南粉是麵嗎 對他有點像是麵 然後他們粉是像是米粉的那種狀態 但他是粗粉 這個是細粉 海南粉我們這次吃到的是細粉 米粉 對他裡面就是會有很多的佐料 就像一些炸花生米啊 然後還有筍絲酸菜啊等等 他就是會和在一起 然後我覺得其實他整個和完會有點像是那種撈麵的感覺 嗯但是是乾的對不對 對 所以就整個感覺起來是拌麵的一種 對因為海南地區他其實各個地區都有不同的粉 那我們這次吃到的海南粉 海南粉 裡面有螺絲粉 螺絲粉好像就是不屬於這裡的 對那像這個海南粉我們這次吃到有乾粉 那另一個的話就是 淋水地區他們還有一個酸粉 就是濕的狀態 他這個酸粉的話 他的麵我覺得又更細又更軟 然後他裡面就是有料湯 所以他會比較稠 感覺上蠻入味的耶 對他比較偏酸 所以蠻開胃的 然後淋水地區的話他們有特殊的一種辣椒醬 就是黃燈籠醬 所以他們就會另外拌進去 很辣吧 黃燈籠 我們跟阿姨說要小辣 好的 那另外有一個那個酒超超破醋 超破醋 這是用來做什麼的 超破醋的話 它是有一點 也是偏酸類的東西 有點像魚露那種東西嗎 對這樣聽起來 這樣講起來它有點像 他其實就是釀酒之後會剩餘的一些酒糟 然後他之後會發酵 所以產生的酸醋 那他其實有點像是 這個底料底湯的感覺 那他們會另外再加大量的水去稀釋 所以稀釋過後味道會沒有那麼重 然後有些超破醋 他們可能會直接拿這個湯底去做麵湯或是做飯 反正不浪費 對然後我們去吃的話是選擇是吃火鍋 就超破醋火鍋 那聽起來其實這個熱量就比較低一點 而且酸的這種感覺是就會比較清爽一點 不是那麼像火鍋那樣的 就是那個感覺上很濃稠 對 好那今天其實燕玲給我們分享了很多的美食 還有應該必玩的地方 但是這大概才十分之一把不到 所以他還是可以看一下旅渡 如果對海南有興趣的朋友 他還有蠻多地方可以玩的 再一次謝謝燕玲 然後另外我們剛剛一直有朋友打電話進來都是在問我們的好好動 那麼這好好動其實是趙先生的最愛 我相信他的影響力也是五遠佛界 因為你看他其實現在這麼忙碌 但是他其實還算是有一點年紀了 然後前一段時間又選舉各方面的忙碌 但他的狀況真的很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剛剛還來不及打電話的朋友 今天是最後一天 也可以上網搜尋一下日時一散 我們中廣的服務專線是02-2500-5566 02-2500-5566 我們來聽聽周杰倫的粉色海洋 四點四位全主持的明星來海拉 See you tomorrow 拜拜